曾经与张艺谋、冯小刚、李安等知名导演合作 著有《路犯燕石》、《崩华》、《少女小鱼》等畅销书 在全球获奖无数的美籍华人作家 电影编剧《颜歌林》 他因为撰文批评中共当局隐瞒疫情 声援铁链女 直言向当权者表达愤怒 而遭到了中共审查机制的全面封杀 甚至连他的名字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都一度变成了敏感词 旅居德国的颜歌林决定自己成立出版社 他第一本完全不受中共审查的小说 《米拉第》从文革贯穿到六四 以中国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 《觉醒与幻灭》为主题 有人说读懂了颜歌林的这本书 就读懂了《当代中国》 本期纵深视角 但您随着颜歌林的米拉第 一起走进当代中国这一出荒诞而悲怆的讽刺剧 颜歌林女士 首先非常欢迎您来到 《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 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和您对话 非常高兴受到你们的邀请 《米拉第》这本书 是您针对新冠疫情 以及《铁链女》发表批评文章 导致作品被封杀 并且发生了张艺谋电影署名事件之后 是第一本完全不受中共言论审查自由创作的小说 那么全书是以文革后80年代 两代知识分子的爱情 对自由的渴望 对文艺创作的思考和挣扎为主轴 首先想请问您为何选这样的群体 来作为这本书的主角呢 颜歌林女士 首先这个群体是我最熟悉的 我的长辈在文革当中所经受的 很多类似的像我现在正在经受的一些经历 让我感觉到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重复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还有就是我对80年代的一首晚歌吧 觉得我们在80年代所憧憬的 所享受到的那种自由开放 而那种认为我们这种自由是 一旦获得了就不会失去了那种 那种illusion 后来被证明就是 那就是80年代 80年代过去了 我们也就都明白了 我们的处境还是这样子 米拉第也是第一本 您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之下创作的一本书 那么跟过去您几部广为人知的作品一样 当中是比较关注女性的视角的 那这位主人翁米拉第是一从一名文工团的舞者 转型为电影杂志社的一名年轻的作家 也会让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您的个人经历 那么不晓得书中有没有您的个人故事 和之前您其他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完成这部作品对您最特别的意义在哪里呢 应该说有很多我的经历在里面 比如说是我父亲也是一个作家 他有一个画家 这个跟书中的米拉第的父亲 老米 米肖是非常接近的 还有就是像我在那样的一个岁数 对父母离婚的这种经历 这种shock 这种创伤性的那种记忆 这都是跟我自己的经历非常接近的 但是当然了这个小说是虚构的一个小说 比如说米拉第经历的爱情是个婚外联 她跟她最相爱的一个男孩 米先生 I started with 一个出轨 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出轨的状态 这是我们要经历的 但是我因为觉得是80年代好像什么都是可能的 你也可以去爱一个 你没有觉得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大的一个 那个道德瑕疵 去爱一个也结过婚的人 这就是在80年代的 那个我们忽然之间 因为突然从一种禁锢状态 突然到变成了一个开放状态吧 就觉得那种一种反弹式的那种力量 是任何爱情都感觉到是 非常非常敢于去爱 去接受去给就是那样的 稍后我们如果有机会 可以谈谈这当中的一些爱情故事 不过我想先谈谈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当中 其实您细心的铺排了不少 这个49年之后的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 我想先请您谈谈 随着这书中这两代人物的这个成长 您铺排的这些关键事件 像是有文革武斗 还有这个知识青年的返程 劳动教育 还有这个1983年的那场 严打运动也是一个主轴 一直到贯穿到后来的 1989年的六四等等 您把这些事件贯穿在整本书中 您想要表达 给读者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主要想写的我就想写这些 就是我们当时的那种经历 那种非常非常奇幻的那种 就对我们来讲这个怎么可能呢 对吧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就是比如说那种跳天面舞啊 那条黑灯舞啊这种经历都是在几年前 作为一个军人的我都觉得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没有去参加过这种舞会 但是我就听说有这样的一些舞会啊什么的 所以就在这个经历当中 是我们感觉到就是一个从一个被禁锢的状态 被突然间释放的时候 那种人性的形形色色的表现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一群年轻的艺术家 和老一代的艺术家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表现 我其实也读到一段介绍 讲说这个主角米拉蒂 它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是 它链接了那个时代 像您刚刚讲的所有可能性 所有可能发生的故事都通过它连在一起 那么曾经的这些中国往事 现在看起来荒诞 但是却真实的如同超现实主义的油画 让人觉得惊心动魄 这是这一段介绍 谈谈您在书中是怎么样用这个米拉蒂 这个女主人翁的角色 把这些人和这些事串起来 当中的一些角色 刚刚提到说有老一辈的艺术家 还有剧作家 有没有现在我们看到当代人物的原型 或是影射呢 当然有啊 有的时候我是 因为我爸爸身边就聚集了一些这样的 应该说是文学界啊 或者说是美术界的一些精英吧 一些非常有名的 在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些年轻的画家 年轻的这个作家 还有呢就是他们那一代 那时候我爸爸也才40多岁对吧 然后就是他们那一代的那个最有名的一些作家和画家 所以我觉得就是新首年来这些细节人物简直就是太丰富了 我说很多很多的细节是我不用再去虚构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品它能不能把人物变成一种 unforgetable的一种人物的话 它主要是要靠它的细节 几个细节一出来这个人物就活了 所以说我的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我呢是生活在这群人里面 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者 我在人群里是一个没有话的人 我不怎么讲话 所以我都是在听在看 然后把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也没有有意的去记 就自然而然的就记下来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是有两个人物把它组合成一个人物 在庄丰富呢因为通过我的虚构和这种组合呢 他们就不可能去对号入座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也能看到一些影子 他们因为他们如果知道我写了这部书 他们可以找到他们自己 但是我要避免说就是说谁谁谁谁的话 我就我怕他们去对号入座 因为这已经跟现实当中 写实已经完全是超过了一个 就是用虚构来把整个的人物 已经变成一种艺术形象了 不再是原型了 除了额哥的女士 您刚刚说这个虚构和丛组这些很细腻的细节之外 其实这整本书也是影射出一个大的时代 比较宏观来看 其实光是看这个书名米拉蒂这个名字 它背后就这个音符的影域 那么诗人杨练说您的著作是见证了当代中国的整个的变迁 他说他形容是一个凄美的史诗 那么在一些像我刚刚提到文革也好 八九也好 这些中共官司回避的事件的背后 你想从这本书透过米拉蒂表达出哪些超越时代的这种弦外之音呢 我觉得米拉蒂在这里面 一个是他自身的经历 他自身的成长 另一方面还是他是一双眼睛 一条线索把所有的人串联在一起 那么这个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我们有一些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来让我们这个民族去忘记掉 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 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不称其为中华民族 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忘性会这么好 记性会这么差 那么就是如果像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 如果不被记忆不被反思的话 那我们会重复的来经历这样的苦难 事实上也证明是这样的 因为从杜牧写的阿房功夫 就已经开始说情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就是说你永远是不暇自哀 忙得顾不上来记忆这些东西 那么每一代人都是不暇自哀 让下一辈的人去哀其不幸 那这种悲剧的重复 我觉得就是太可悲了 那么就只能 如果我们的作家 也没有这样的一种主动性 一种自觉性来替我们的民族书写一些历史 我觉得我们是拿文学艺术来书写我们民族的历史 我们所经历的困境和苦难 所以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反省 因为艺术形象是非常非常生动的 每个人可能都能通过这个艺术形象来认识到一点点他自己 他自己的经历 他自己的悲剧的这个所在 所以我觉得你作为一本教科书可能会太生意 也太直奔主题 但是作为一本小说 作为一本文学作品 就非常容易用它的生动性来使人们反思 使人们思考 就所有的这些人物的经历之所以发生 是为什么发生 我们不能永远不追其所以然 您刚刚讲到这个中华民族旺性为什么这么大 其实你刚刚讲的不暇自哀 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段落 是有这样的句子 我记得在上一回和您的深度访谈当中 当时是谈您的上一本书《路犯淹石》 当中其实就有所谓诗意和记忆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这次看米拉第这本书 那么当中你也有用一个很著名的一本著作叫《Awakening》 从这里来谈80年代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所谓觉醒和幻灭 可不可以多谈一下这本书米拉第 所谈到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幻灭这个主题 对这十年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场大梦 就是感觉到是觉醒但是它又是梦想 好像我们整个从49年 或者说的更早就从延安时期的那种 比较向往进步的像我爸爸这样的知识分子 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 所以这样的知识分子 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一直到80年代才知道 人是就是说你想写什么你是可以写的 对吧 就是在80年代给了他们这样一种错觉 实际上就是说到了80年代末 这个一场就是天安门广场的这样一个大事件以后 大家突然之间就发现原来那是我们的梦想 那梦想还只是是一场梦 对吧 还是我们还回到了原点 就这样 我再继续扣问一下 因为这本书当中呢 您借由这个主人翁米拉蒂 他的父亲米肖去世之前就提到了 我刚刚说的这个《Wakening》这本书 它是萨克斯博士的一个名著 其实也有改编成电影叫做《睡人》 我这边念一段这个书 那是一个病理学的著作嘛 所以他说这1969年的时候 是因为一种新药的发明 让一群患了睡眠症的病人醒过来 这是您书中的描写 那么但不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 又都睡回去了 那您说这种觉醒 仅仅是为了最终的幻灭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经了89年 那场大觉醒的最后进软之后呢 又都睡回去了 您这边这段描写 其实就是一个转折 就是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大家原本这个曾经有的这种 解放和自由的渴望又睡回去了 对 发现还是那么几桩事 还是得经历这种审查封禁 然后相互的背叛 相互的揭发 对吧 因为我就经历过这些 我当时所在的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的一个program 就是为了年轻的作家可以有一个受比较 就是想进一步的教育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 我们同班像莫言啊 刘振云啊 是那个这样一些比较好的 现在在中国还是写作的第一线的一些作家 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六四发生以后 很快学校就进入了一种 就是你要就是相互之间被靠背的揭发啊 学习啊 检讨啊 然后你那个终点你在哪里啊 就是又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疲惫 非常非常的失望 然后觉得那就走吧 就是如果不走 还是这样的一种怪圈 一种恶性循环一直在循环 那是下决心离开中国的时候 稍后颜格林女士我也想从这个八九六四之后 您的个人经历包括您到美国来 来谈这个中国知识分子 他命运的一个写照 不过正时我想先回到这本书 米拉蒂当中您的这个笔法 还有一些主要人物的台词 其实有时候是 刚刚你也提到了鲁迅嘛 其实这些笔法和台词 它其实在幽默中是一种讽刺的意味 那么书中还有一段 我这边也念给我们的这个观众们听 您提到说 缺乏对荒诞的认识 缺乏对讽刺意识的这种民族 是思辨能力和自信都不够的一个民族 所以您这个书里面 其实您提了几次鲁迅的作品 您认为您想要透过这样子一种 讽刺或幽默的笔法 映照出当代中国一种怎样的荒诞 你希望用这样的书去激发出读者 对于当今中国这种荒诞的认识和批判吗 当然我觉得有自信的和有思辨能力的人 是永远不会停止自嘲的 能够自嘲的人作家或者民族都是证明他们非常强大 非常脆弱的人非常脆弱的民族才怕这个 才怕自我自嘲嘛 他有着自己在打趣中批评自己 反思自己的这种能力 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能力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么批评不起这么讲不起 这么反思不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才会这样呢 怎么脆弱到这种地步呢 所以我就觉得像我在这个米拉第里面树立的老米 米肖这个人物 就是他充满了对自己的一种机制的自嘲 对自己的这种深刻的反省 他可以认输 就是说我因为被那样的 就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那种 怎么样去书写工农兵 怎么样去绘制工农兵 这样的一种 这种教育出来以后被洗了脑 然后就变成了一种八股 在创作上的一种八股 他觉得他自己是逃不出来的 但他又充满了自嘲对自己的这种认识 他越是画越是感觉到自己画的不行 进入了这种八股而出不来 那那个社会越是去抬他 他就感到痛苦 他除了制潮之外 他对于这种八股 他自己心中有一种痛苦 这种是不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 在经历的一种磨难 是的 有时候你就觉得你进入了这种意识形态 你想解脱从这个意识形态里解脱是不容易的 我们有很多话在我们的建国以后 文革以后 特别是文革以后 形成了很多这种套路 这种表现方式 这种语言 我记得上次采访我跟你说过 他已经进入一种固化的一种套路 一种套话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不可疑的 因为他没有表达真正的人类的共通的感情 这只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这种年代 大家被整合成了这样的一种一个思路 一个思维方式 一种感情表达方式 这种感情表达方式并不是全人类可以都认识的 都可以接受 因为不接受 他们不能够跟你共感的话 怎么能产生对一个人物的这种共情 他怎么会被你感染呢 艺术品不感染别人 那就是失败的 刚才你也说 其实现在当今中国是很多事情批评不起 说不起 这个反思不起的 您认为当今中国最荒诞和讽刺的地方在哪里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尤其是过去三年来的这个疫情 其实有很多荒诞发生的事情 能不能作为您下一次创作的题材 也写出一出讽刺剧呢 我想我会的 我会写出这三年 这三年实在是太荒诞了 太超现实了 是的 是太超现实 太魔幻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都没办法来用愤怒悲哀来表现 就觉得只能让我都把我给气笑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他已经超过了常人常理的一些 常识的一些范围 能够理解的范围 你看今天失踪一个领导 明天又谁谁谁又不见了对吧 就这种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一个民族所经历的事情呢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对于一种这种看到中国现象的这个愤怒或是哀伤 其实您是用一种这种另外一种笔法 相反的这种幽默甚至有点荒诞 魔幻的这个语法带出来的 其实我在读米拉第这本书的时候 经常觉得自己是一边笑一边哭 是笑中带泪的 可是同时也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 像您书中有提到那个流血的伤口 在谎言之下是不会愈合永远长不好的 还有您讲到这个中国人中华民族 这种一次又一次的从血泊中站起来 其实在这种看似讽刺的这种幽默台词的背后 其实也是一出揭露中国民族苦难真相的悲剧 跟我们谈谈这究竟是悲剧还是一个这个讽刺剧 您怎么用这个米拉第去把这种大时代当中的这个小群体的故事 变成一出扣人心弦的悲喜剧呢 想请教你 我现在年纪越大吧越喜欢写这种 我觉得一本正经的去控诉或者是写的很沉重 我觉得已经是比较可笑了 因为我看穿的太多了 一个我前面也讲过就是最有力量的人格是能够自嘲的 可以说我是民族的一员 那么我作为民族的一员来自嘲我自己 自嘲我自己这个民族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现 如果我就是说哭哭啼啼的永远在诉说我的苦难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够了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爱恨愤怒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样的一些这种原色调的感情 已经变成了就是一种荒诞 对吧 这种超现实的 特别是这三年 这三年的种种种种中国人所遭受的所有的苦难 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荒诞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呢 我如果经过了这三年还是原来那个写法的话 还是那样看我们这个民族呢 我觉得就可能是没有成长 那我认为我是已经成长了 这样的一种成长是一种请国请成请求 世界这个跟我们一起所受的这样的一种 三年的这种疫情的灾难 对吧 所以这个轻翻了地球才让我认识到的一种荒诞 其实反而用这种荒诞的笔法来写一种苦难 有时候是更通透的 严格林女士我想从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女主角 这个米拉第 其实还有一个男主角 吴可 他是一个剧作家 我想从这本书里面 吴可他的一个舞台剧 他其实也是很荒诞的一个剧情 他这个排队这个剧情 被领导人用了很多红笔去标注 对这当中有很多的不满 要他修改 那么当中有三个这个上面领导非常不满意的 要他修改的是包括饥荒 三年大饥荒 还有这个当时的芒果 这个毛泽东的芒果崇拜 这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还有计划生育 那么这三件事在这个书中男主角的剧作 要被上面修改的 我想从这一段情节来谈谈 您想要表达了什么 尤其是您自己其实也今生经历过这种 上面要你改你的作品 这种言论审查和自我审查 这一段可能跟我们多谈一点好吗 这个排队这个剧呢 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的 因为排队这个现象是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像苏联啊 像中国啊 像这个就是你物资匮乏以后 你要为就是要得到一种食品 一种物资 你必须要排长长的对 或者是就是所有稀缺的东西 当然它不像西方这样的 为了上公共汽车 大家排得很整齐啊什么的 对吧 那是另外一种性质 但是在那个这个排队的这种特殊性现象呢 就是它在各个时期的排队的那种 所象征的那个时 那一个这个特殊阶段的那个人的向往 人的稀缺 然后这个排队能够象征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这是我自己特别想写的一个本子 那么我也把就是我的这个剧作家这个人物呢 当然我有很多这种叔叔啊 拜拜啊 他们就是搞剧作的 然后他们也告诉了我很多就是在被审查的时候的种种的不孝不得的一些一些一些细节 所以我觉得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想写这个想写戏剧 因为我戏剧我一直没有敢碰 因为我觉得戏剧是非常难写的一种一种艺术种类吧 所以我一直不怎么敢碰 但是现在我想写了 因为我把这个用米拉第当中无可这个人物 实际上是把我到非常有趣的就是把这些这种当代小剧场 或者是当代剧场的这种形式 我自己在脑子里结构了一遍 所以这起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副产品吧 所以我让我写完米拉第说我为什么不能写戏 所以我现在开始想我要写戏了 或许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一个舞台剧也说不一定 这也是我获得彻底自由后的一个 就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对吧 只要我有激情 想想能够再挖掘一点自己的潜力 难道我过去没有写英文小说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有这个潜力 我能用英文创作出照样鲜活的人物来 那么那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就一直不敢写戏剧呢 我想也许这个潜力是我没有挖掘 所以我现在没有人催我 没有人没有出版社说 你答应过我们你要给我们一本书 你要让我们出一本书 没有这种压力了 那彻底自由就是想写什么就去写 那么多年没有尝试的不敢尝试的 就去尝试又有什么可失去呢 其实在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当中 更能够激发这个创作者的潜力 或许下一个是舞台剧 不过刚刚提到说 因为这个吴可这剧中人物 他的这个剧作是被审查 有三个地方 芒果 饥荒和这个计划声音要改 坦坦您过去还在国内进行创作的时候 一定也被上面 没有主词的上面不让写一些东西 举一些例子有哪些觉得您特别荒谬的 让您改你的作品的一些地方呢 不让改的不让写的是哪些 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方华里面 因为写的是参加越战老兵的那个经历 后来有些老兵生活的非常非常艰难 他们在昆明在北京王府井 都有就是这个乞讨的这种行动 他们也是穿着军装整整齐齐的在那里 你要给他五毛钱 然后给你进个军礼 对吧 这些都是现实 我觉得没有一个民族 没有必要觉得自己是 好像是不好意思的吧 有过对吧 这样一些东西 而且成立是史实啊 对啊 是事实 所以就编辑就把这个一定要改 然后呢我就把它改成了一群什么残废儿童 这不搭界的 因为只有是军人在那里乞讨 才能够给这个小说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头 让两个主人公碰到一起 对吧 就是说他们他是在这个场合下看到了刘峰 就是很多年没见面 然后他就想起了这个故事 那刘峰也是一个参战的一个战斗英雄 也因此失去了他的肢体 对吧 所以这就说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然 一点都不牵强 你看一个残废儿童要饭 就觉得这是一个硬贴上去的一个情节 是 其实在严格林女士这本书当中 所提到的一些情节 有时候虽然是80年代的这个描述 可是看到您会会心一笑想到当今中国的荒谬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无可剧作当中的这个芒果 当时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芒果崇拜 他的这个芒果要放在那个可能是展览室里面 现在当今的领导人也是用过的物件会被放到这个博物馆里头 共起来的这种造成跟个人崇拜的重演 而且是变本加厉的重演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在中共目前习近平治下是有严厉的言论前置 像你刚刚的审查制度还有这个思想的管控 现在这个习近平的思想是不只要入脑入心还要入魂的 是比当年这个学习毛思想还要更可怕 加上现在又有一些这个文革的种举报之风风气卷土重来 您认为现在中国的文艺创作者们还能不能打擦边球拐着弯血 您认为现在中国的作家们还能怎么写呢 我想他们是非常苦的啦 要怎么写才能够把自己不那么驱扭 不那么阉割的去把作品发表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可怜的就是他们不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才智 最大的聪明发挥在怎么写好这些作品 要消磨在这种怎么样去能写的隐晦 可以过关可以把它变得圆滑 但是如果真的像当年拉丁美中那批作家 因为有一些军事独裁的这个国家的这些作家 他是不能够名这些 但是他把它变成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 对吧 如果中国作家不能够出现另外一种主义 就是这么云山雾罩的写 写的所有的人都明白 出现一种文学上的一种新的样式 一种思想的一种深考在超越现实的一种层面上 那么也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这样的去探索 我觉得莫言做了这样的探索 对吧 他也是获得了一些成功的 那么我觉得现在的就是没有形成气候 对吧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没有形成气候 那么现在的我不知道就是他们经历的苦恼啊 这种无奈啊这种抓狂啊对吧 因为我也跟他们都很常不联系了 所以就是我能想象他们的那种无法伸直的感觉 不晓得在压迫之下创作出另外一种这个创作的形式和样态啊 这个会不会是大家现在的期许或是一个出口的出路 但是我想要请教您下一个问题的是 在现在习近平治下这种文艺创作空间啊 几乎被压缩到零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讽刺性的作品 其实最近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是 有一首这个用胡松林聊斋志意作为灵感写作的歌曲 叫《罗上海事》你可能听过 就是带有讽刺性的作品 不晓得是不是这种打压下的一种出口 那么当然我们不晓得说他最近是讽刺文艺界 还是讽刺中共 您对这样的作品或这样的歌曲 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刀狼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 因为他不仅是能够唱 他的声音也非常非常的独特 他也是能够写 能够写歌词和谱曲的一个歌手 这是很难的 因为就所以这个词是从他的心里生出来的 而不是把人家的歌词拿过来 但是他最开始也唱了一些不是他自己创作的 但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和写词的歌也有很多 所以这是我非常欣赏他的地方 他是一个创作者 在一个歌手之外的话 就是In addition of being a singer 他也是一个创作者 一个写作者 所以这是跟我有点同行的感觉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你可以在各个层面上去理解 你可以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是曾经打压过他的一个什么中国好声音的这样一个平台的吧 或者你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现在这样一种道德比较在走下坡路吧 甚至是美丑都颠倒了的一种时代 记得我去签书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 让我给她签 我说我只签名字不写那个评语啊 不写给你的祝福啊什么的 因为人很多 她就说你就给我写四个字 步步高升 后来后来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我是公务员呀 她理所当然的 她要当了公务员就是步步高升啊 然后我就说你好好服务吧 然后我就把书还给她了 然后这就是让我感觉到的 就是你想这样一个 本来是叫人民公徒的这么一个阶层 她要想到的是步步高升 她的丑当美 这种动机都是非常丑的 她自己不感觉都是丑 她让我给她写到那个地方 作为一种祝福 那不是变成她的一个梦想吗 那么作为任何人的梦想 她都应该是美丽的 是一种对吧 像当时不管怎么样 那共产主义 她在理念上表现出来的也是 对吧 也是比较美丽的 就美丽的有点残酷了 是吧 对吧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已经是 变成个赤裸裸的 她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丑的东西 这就让我感觉到就是罗沙海市里面唱的东西 那就是说这个歌曲的为什么能震动了这么多的人 那么整个的中国社会 点击量高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她是有巨大的共鸣 在民间有巨大的共鸣 她唱出来这些歌词是人们想说 说不得的 这些词是让骚浪给说出来了 唱出来了 好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歌 她的这种划时代的意义 还有呢就是我听见一个年轻女孩 说她的那个爸爸说的 你为什么不去当贪官呀 她哭喊着呀 说你看我们这么困难 她又在留学之前 她说啊 那个没有钱对吧 没有钱到美国去读书 你为什么不去当贪官呀 这样的 这就是说从一个这么幼小的心理 十七八岁 她就觉得宁可做贪官 也不要做一个贫穷的 一个有道德的 对吧 一个有具有浑身具有美德的一个人 对吧 然后这个美德 你说美德能吃吗 对吧 能花吗 如果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 既不能吃也不能拿来消费 对吧 也不能变现成任何一种实际的好处 那么这个美德就等于是 一钱不值 就是垃圾就应该被抛弃 那么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民族了 就像我们还有好吗 所以你想要透过 米拉第这个二十岁小女孩 她眼中的这种丑 好像凸显的就是中国现在这种道德的颠倒 价值观的这种沦丧 在这本书当中 对我最开始感觉就是看那个 奥威尔不是奥威尔就是那个 那个捷克最原先的那个也是个剧作家 他是那个总统 他说的就是说 就是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共产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个所有的领导者的 他们的办公室啊 他们那些公共场合都是那么的丑陋 就是说好像这种丑陋的这种低的 非常低的这种最美的五感 和他们的统治方式是有关系的 因为好像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两回事 但是我觉得审美 这个人对自己做人的审美 对他接人带物的审美 这种度这种是其实是一个 你如果认为这个给人家钱 或从人家桌子底下收钱 是一种非常不齿的 非常不堪去注视的这样一种丑陋的行为 你就不会去做了 对吧 就是不认为他愁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刀狼这首歌 感到有共鸣的地方 对刀狼的歌词和您这个书中当中 这个女主人文米拉蒂对这个美的这种 纯粹的执着其实也是有互通的 那我想回到您的书米拉蒂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书的这个大背景 就是在文革的浩劫之后 整个80年代这种在禁锢之后的这种解放 这种解放包括各方各面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文艺创作 其实还包括爱情 刚刚我们说想要在后半段也请教您 就是对爱情对性的解放 其实您在书中描写男女之间的情势是非常直白的 但是直白而动人 当中有一句我也想念给我们的观众们听 您说在80年代人们是爱得那样疯 那样爱得那样死活不顾的 您认为80年代的爱情观还有那个时代 在禁锢之后对自由的渴望 这两者之间是怎么样交互作用的 您在这书中有两个女主角吧 就是一个是米拉蒂 她是一个刚刚提到说 舞者转型的年轻女作家 还有她的小姑 是一个反尘的女之亲叫李真巧 您希望透过这两个女主角的感情抉择 给您的读者什么样的启发呢 当然这两个女主角是非常的 就是在应该说是光谱的两个极端 非常不同的 米拉蒂是一个非常清纯的 是非常有感悟力的这样一个女孩子 应该说很精神的一个女孩子 那么她的小姑又是活色生香 浑身让男的看到她就是浴火中烧的 而且她丝毫不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开放的那种对性的追求 对性的享受的追求而抱歉 她只要是能够享受这些 她都会去非常理所当然 非常坦荡的去享受 这个就是在八十年代非常 我在我的这个熟人里面常常碰到 这个女孩子谈起性来都是非常大胆的 有的时候让男孩子都脸红的 然后就在那样一个时代 就是说甭管是这个一夜情也好 或者是这种露水夫妻也好 什么都是没有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跌掉眼镜的那个感觉 因为这社会在被压抑了太长的时间 男女在被禁锢了太长的时间以后 他那种像岩浆一样喷射一样的那种反弹力 那种热情对于曾经他们不能够获得的那种热情 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命现象 其实刚刚您提到就是八十年代 那种在禁锢之后对自由的渴望是喷发出来的 还有对未来似乎各种可能性也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但回到我们的主题 谈到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幻灭 其实在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这些想象这些对自由的渴望 就是被彻底的碾压跟粉碎了 那这里我想要对照您自己自身的个人经历 当时您就是89的那段时间出国的 当然后来您也曾经参与到国内的创作里面 这个跟张一某导演等等合作很这个的电影 那么现在呢在中共的审查跟全面封杀之后 您又漂流异乡 看来可能短时间恐怕也很难再回国去了 这种在打压和漂泊之间摆荡的个人经历 是不是也是映照出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的命运写照呢 是的 我觉得有的人是可以忍受这样的 就是说打压来了 他缩着头缩一会忍一忍 对吧 然后再出来 这是人对于 就是这种忍受力啊 这种说假话 就是说至少不说真话 就可以蒙混过去 这种生活状态能够忍受 或者你的忍受能力有多少 这是根据个人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也还算年轻 我还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 而且就是说就像 那个我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 当医生说我给你的这个药 很可能会伤害你的创作力 你的创作力这么样的 就是惊人的这种丰盛 如果你吃了这个药 以后万一创作力被伤害了 你不能像以前写作那样 你那种这种爆发力就像井喷一样的 对吧 这种状态的话 你会不会很后悔 因为你不再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小说家 也或许就是你就完全不能做小说家了 对吧 我说我跟医生说 我毫不犹豫地要吃这个药 因为首先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去享受正常人所能享受的快乐 对吧 要有正常的感情 那么作为作家是一个附加品 那这跟我当时选择离开中国是一样的 我首先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我首先享受能够说真话 能够真的表达自己 用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权利 对吧 所以然后我在想我能不能再继续写作 首先我要做一个能够享受自由 能够不趋力拐弯地去说话的这么一个人吧 对吧 所以我丧失了这种坦荡的 真诚的做人的一个言格 其实不管是克服抑郁症 还是克服离开您的故乡 都是为了追求一个说真话 追求一个真 其实您在这本书当中 米拉第的父亲米肖 他在出国之后 他在书里有一句话写到说 哪里有真的艺术 哪里就是中国 其实这句话是很令人感动的 会让人想起 语音时先生曾经说过的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因为离开了中国或许才能说真话 这本书当中这个老米爸 米肖的说话 是不是也是您现在离开中国之后 在海外创作的一种切身感受呢 对 是的 因为我在温哥华的这个 这个势力图书馆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You can take me out of China You cannot take China out of me 这是一种血液的这个关系 对吧 这个我认为 China是一个祖国的概念 你不可能说你 因为你不在这个国土上 这个祖国就不属于我了 所以我非常自信 我只要能写中文 能够跟全世界的读者 讲我的中国的故事 我就是 这个祖国是随着我的走动 去可以跟我一块漂流的 因为这个祖国是文化的祖国 是这个 是这个 我说的更具体点 是曹雪芹的 是汤贤祖的 是吧 是关汉清的 给我传承过来的祖国 就是您讲的很好 就是您可以把您这个人 拿开 离开中国 但是不能把中国 从你的体内给抽离出去 其实 他可以把我逐出中国 他不可以把中国 从我心里逐出去 从这句话 顺着我想要 如果可以的话 也想请您关注一下 人还没有被逐出中国 人还在中国里面 还在国内 可是却跟你一样 希望讲真话 也比较敢言的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的命运 包括我们知道 这个被比喻为知识分子的 韩东的许张润的被捕 用一个罪名给他抓起来 还有张怡和 往事并不如焉的作者 他被边控了 他出不了国 他现在自己称自己 是国家的囚徒 还有最近有个 比较新的消息 是耿潇南也出狱了 您对于这些 还在国内的知识分子 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命运 有什么样的感触 或是呼吁呢 我觉得他们比我更勇敢 因为我毕竟在人生方面 没有有这种被边控 有可能被传选 有可能被羁押的这种危险 但是他们是切身在这种威胁 就很邻近的地方生活发生 这样的比如说高瑜这样的记者 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我是觉得我是在向他们学习 对吧 我只是利益 只是我的 很多人欠我的钱不还 或者是已经付了钱 让我追回去 这样的一些困境 这些困境比起他们的人身安全来讲 那就是什么也不算 不过相较于这些刚刚提到说 您说很有勇气 很勇敢的知识分子 因为他们还是愿意在 即使是还在国内 还是希望能够讲真话 但是比较令人遗憾 是可能当中大多数的 还是像我们刚刚提到 还有书中写的 就是又选择睡回去了 因为这种所谓 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究竟是真睡还是装睡 是暂时的失去记忆 还是永久的脑死 如果是不管是装睡或脑死 能不能用文学 讲真话的作品 去唤醒更多这种装睡的 中国知识分子 或是一般的 我觉得装睡是一种生存方式 是一种存活下去 幸存下去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去苛责一个想活下去的人 想安全活下去的人 但是我只是希望 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 都能够有像耿小男 像高瑜 像芳芳这样的勇气 说出一句 或者是不说 说出一句 你真心想说的话来的话 我想这个会对我们的中华民族 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 有多大的补救 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 觉醒和幻灭 我想回到您书中的香港元素 来请教您 我对香港的问题 我自己挺关注的 您是有意想把这个香港的元素 写进这本书吗 会让人联想到 其实香港2019年的那场运动 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 觉醒之后的幻灭 就像你说的 又现在没办法 又被破碎回去了 就像六四增压之后的年轻人一样 好像在中国 很难过的说是抱有理想 和对自由有渴望的年轻人 或是大多数人 其实现在都是被破碎回去了 为什么在中国争取民主的运动 最后都会变成 这种觉醒之后的幻灭 我想请您跟我们做一番探讨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当然是有真人的 告诉我这些故事 然后经历的香港的富商 怎么样给他们画肖像的时候 受他们的这种指点 哪里要红一点 哪里辣的就是 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 他就是巨大的痛苦和羞辱 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钱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对香港人有一种成见 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香港的大觉醒 年轻人的运动之前 其实我对他们有一种成见 我认为他们是非常现实 非常拜金 非常冷血的一种 当然是非常高效的 来实现他们这种拜金梦的 这样一种人 当然是非常守规则 非常讲法律 也非常有教养的 这样一种人 就是跟中华民族的 就是这种我们稀里哈拉的做事情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后来我就看到香港人的这种勇气 这种执着 以后我是感觉到 我错看了他们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执拗的 这种对于自己命运奋争的 这样一种执拗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我在此也是觉得 永远我在对人不可以很早的就 下结论或者是得到一种 比较偏颇的一种见识 所以还见识很缺乏的 所以我觉得 是的 我觉得香港人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也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悲凉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 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渴望 不管现在是被迫睡去的 还是觉醒能够承担更大的勇气的 我最后想请教严格林女士 您在书中也谈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当 至少80年代那个时候是 知识分子是有担当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 您觉得他们在习近平之下的当代中国 还有没有发挥良知的空间 现在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担当是什么 你想请您跟我们聊聊 我觉得有啊 像许章润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就是有担当的 当然就是都会遭受很多的个人的这种不幸吧 所以大家也就 就这其实永远我们都是有选择的 你选择什么样的 对吧 你选择让许章润不要那么孤独吗 你选择跟他陪他一程吗 对吧 这都是存在个人选择的问题 我不相信毫无选择 现在的这种担当就看起来是非常可贵 也就是一种感觉是看到孤勇者 甚至看到那种无助和无力的地方 这个民众现在这样一个民众的群体是非常的唤醒的 就像塔利克德在占一架风车 对吧 就是很多都是除了你的理想在哪 你的理想给你的力量 一直到这个力量把消耗尽力外 这个民族的这种灾难也在他的自身了 最后谈谈您在德国的生活 尤其是您跟您的先生Larry 也一起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叫新歌New Song Media 一首新的歌 这个新的歌是不是也指的是一个全新的颜歌林呢 谈谈这个出版社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从89年到国外开始学这个 用英文学创意写作对吧 也叫Fiction Writing这样的一个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在重新开辟一条路径 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写作 作为一个作家和作为一个人来讲 这是一个新的路径 那么我在台湾拿到了九个文学奖 而且都是避卷的文学奖 没有办法去接触 你也不知道评委是谁 评委都是保密的在揭晓之前吧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一边学学位 一边在写小说去台湾去获奖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跟现在我站的这个临界点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我又更有条件了 因为我已经不存在那个一时堪忧的这种生活局面了 不再是一个穷的留学生 不再是一个需要晚上上课白天打工的这么一个 跟所有的留学生一样 那么一个艰苦的阶段 那现在我什么都可以 就是没有什么让我忧虑的地方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生活总是可以简化的 生活总是可以简单的 因为精神的丰富就已经够了 后来我也发现 就是说我住好房子也好 开好车也好 穿好衣服也好 带名贵首饰也好 都不能给我终极的满足 那么我自己的满足实际上是精神的满足 是心灵上满足 就是对自己满意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我每天经过艰辛的创作 我感觉到我又成长了 又挑战了自己在写上 在文字的这种书写上面 我又发现自己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话 这种满足任何物质都不可能给我的 都不能比拟的一种差别 所以现在就是如果活明白到这个程度了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在话下 不在能够阻挡了 可以更自由的继续追逐这个追求您心灵上 还有精神上的满足 那么严格林女士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在完成这本第一个不受审查 自由创作的米拉第之后 除了继续写 刚刚您说可能会写舞台剧 也说不一定 您这个新的出版社 新歌媒体有限公司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计划 是不是也可以打算出版一些 其他海外华人作家 现在在中国境内不能够出版的作品呢 当然 当时在设计这个公司这样的这种业务也好 前程也好 我就是思想过的 是的 我只要觉得这个人的作品是能够达到我心目当中 那个文学标准的 那我会给他出 我不管他在中国能出或者不能出 只要他瞧得起我这样的一个出版社 我都会给他出的 那么我自己呢我也设想过 我自己也可以出我自己的中文作品 也可以出外文作品 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版权拿在自己手里 是不管做影视也好 将来再develop他的其他的艺术的这种释样吧 种类吧都会更方便一点 所以我是准备要用我自己的资金 或者就是有一些朋友的一些赞助 来拍自己的电影 我是可以无偿提供剧本的 那么我现在就是也有一些合作的导演 非常期待 也希望我们的对话能够让观众们有些启发 希望您这个不受审查自由创作的书 还有未来的舞台剧和电影 能够引发更多读者和观众们的共鸣 再次感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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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